在這廣大的世界中 至今能存在的許多人類尚未發現的神秘生物 它們被稱為為確認的生物 Undictified Mysterious Animals 簡稱UMA 探索未知追求真理 歡迎來到今天的UMA檔案 各位朋友好 我是調查員Jester 地球上最高的山峰聖母峰 高達約8848公尺 那裡是許多登山家的夢想之所在 卻也是地球上最險峻的地方之一 挑戰途中不幸上升者超過300人 2015年的電影《聖母峰》中的劇情 可以讓大家稍微了解這座山的神聖與無情 而在這座喜馬拉雅山脈上 卻嬉起著一種非常有名的UMA 可以在這嚴寒的環境下來去自如 它就是大名鼎鼎的喜馬拉雅山雪人 又稱Yeti Yeti 在尼泊爾北部方園中 有岩地上的動物的儀式 在西方國家進入這座聖山探險前 喜馬拉雅雪人 早就被喜馬拉雅地區的幾個民族 興奉 雷布查人尊奉一個覆蓋冰雪的生物 為狩獵之神 有著聖母峰王者稱號的雪霸人 對雪人則是心懷敬畏 他們會將儀式雪人的遺骸 或者是遺固 像生物一樣供奉在佛寺中 另外也有某些秘教徒 曾經在神秘的儀式中使用過野人的血 這些所謂野人被描述為類似原類的生物 使用大石塊作為武器 並能發出呼嘯聲 所以居住在這座山脈地區附近的居民 從西方國家發現以前 就已經有著雪人的傳說 而雪人到底是長什麼樣子呢? 一般來說 他被認為是介於人與猿之間的神秘動物 全身補滿黑色或褐色的長毛 身高1.8公尺以上 以雙腳行走 身上有一股不好聞的氣味 生存在海拔4000公尺以上的山脈 跟北美的大腳怪 以及其他世界各地巨型猿人差不多 都是被認為可能屬於人類演化過程中 藉於猿與人類之間的過渡靈長類物種 由於喜馬拉雅山地處偏僻 而且位於高海拔 長時間白雪覆蓋且氣候嚴寒 因此雪人的目擊以及紀錄 其實比北美的大腳怪還要少 而關於喜馬拉雅山雪人 西方國家最早的記載 是在1899年 一位英國陸軍宗校 沃德爾在西津東北部發現雪人足跡 並寫成專書 在喜馬拉雅山間出版 有關腳印的記載 沃德爾聲稱他的向導 描述於這長得像原類的生物 留下的那些腳印 而不是他之前所認為的熊 沃德爾曾聽說 關於兩族行走的一類原生物的故事 但調查最終結果 通常都是人們口耳相傳的故事而已 20世紀以後 隨著西方登山探險家 越來越多人挑戰喜馬拉雅山區 關於雪人的募集及報導也變多了 1925年 皇家攝影協會攝影師 托姆巴基 寫到他在海拔約4600公尺的冰川附近 看到一隻兩族戰力的不明生物 身高大約180公分到300公分之間 外型及走路的方式很像人類 只是全身長滿毛 1951年11月 英國聖母峰登山隊隊員艾瑞克 拍下了第一張雪人清晰的腳印的照片 這是雪地上留下來的腳印 長有45公分 寬32公分 有五根指頭 三小兩大 腳後跟平坦 拇指很大 向外張開 拍攝到地點 是連登山專家都不敢輕易接近的危險地區 有人認為可能是熊或星星的腳印 但比較之下 還是可以發現有明顯的不同 但這張照片還是引起的轟動 全世界開始 有更多的人想要到此 來尋找雪人 1954年3月 《每日郵報》刊登了一篇文章 敘述考察隊在山上的飼料發現 據已成是從雪人頭蓋骨上 取得的毛髮樣本 這些毛髮樣本 在暗燈光下為深棕色 在日光下 只會像狐狸帽一樣為紅色 1957年初 一名美國石油大亨附上 湯姆支柱的幾個雪人探選隊 據說在1959年 收集到了雪人糞便 並在糞便中發現了不明的寄生蟲 1986年3月 登山家 威德里 朝著當天的目的地邁進 但在途中 他發現了奇怪的大腳印 之後在不遠處出現一條 因雪崩所造成的死路 威德里為了調查雪崩後的雪地 是否結構穩固 所以又往前走了擊敗公尺 就在前方約150公尺處 他看到了一個聳力在雪地上的黑影 黑影看起來有180公分高 體態和姿勢和人類非常像 但全身長滿了黑色體貌 他突然驚覺 那肯定是傳說中的雪人 於是威德里 趕快拿起相機按下了快門 威德里的喜馬拉雅3 神秘受人出目的照片公布後 震驚全世界 在全世界各地出現極大的討論聲浪 大家也都想知道 這張照片到底是真還是假 也掀起了很多討論聲浪 而在這之後 也持續有見到不明生物大腳印 或是看到兩腳直立行走生物的目擊 而甚至在去年2019年4月 印度軍方聲稱印軍登山探險隊 在馬卡路因地附近發現雪人的腳印 很難想像在這高海拔的高山上 氧氣及氣溫都跟平地相差甚多 到了6500公尺以上 甚至人類得帶氧氣瓶登山 會有類人生物能不需登山裝備 就能在那裡來去自如 氣息於其中 而多年來 對於喜馬拉雅3雪人的真相 也有諸多的推測解釋 大致上可分為三種解釋 喜馬拉雅3上傳來雪人的情報 多數都敘述雪人是屬於類人的生物 是用雙足行走的全身毛髮的冤認 英國人類學家認為 雪人可能是尼安德塔人的後代 也就是說雪人介於人與人之間 在1856年發現的尼安德塔人 是我們最早知道的已滅絕古代人種 之後考古學家又陸續發掘出 直立人、海德堡人等化石 這些發現告訴我們 古時候曾經有很多種 與我們不同的人生存於世 100多年來 很多學者認為世界各地的人類族群 是由各地的古代人種分別演化而成 像是歐洲人來自尼安德塔人 亞洲人遠之直立人 各地族群在獨自演化之外 之間又有遺傳交流 最終形成了現在的單一人種 智人 這個觀點就是所謂的多地起源論 某些人類學家認為 雪人可能是尼安德塔人的後代 尼安德塔人在與現代人的直接主線 智人在地盤爭奪中 接接敗退 其中一隻的尼安德塔人逃入高山雪風 經過數萬年的演化 生存至今 變成我們目擊到的喜馬拉雅山雪人 另一派學者則認為 雪人是遠古巨猿的後代 在比較了雪人腳印和原類的腳印後 他們認為雪人更像是原類 傳說中的雪人直立行走 受到驚嚇時也浮浮急跑 這敘述看起來比較像是原類 而古代的巨猿生存於約 100萬年前的中國、印度及越南等地 就地理位置來說 的確與喜馬拉雅山有關聯 他們的身高可達3公尺 體重500公斤 也是已知世界上最大的原類 他們曾經跟人類共存生活過 因此學者認為 古代的巨猿並沒有真正滅絕 他們的後代 退居到不是人類活動範圍的高山上 再經過數萬年的演化 成為神秘的雪人 而巨猿 因為與現今人類一同生活了一段時間 所以喜馬拉雅山地區居民的雪人傳說 可能是經過千百年的祖先 流傳下來的共同記憶 但巨猿並不是人類的祖先 但跟人類祖先有親戚的關係 他們並沒有發展出語言 只會發出動物的叫聲 並沒有走進人類的門檻 前面提到在喜馬拉雅山寺廟有供奉雪人的毛皮 但其實後來英國探險隊帶回樣本後分析 那只是喜馬拉雅山野鹿的毛皮 並不是所謂雪人的頭皮 英國牛津大學名譽教授賽克斯 蒐集全世界儀式屬於雪人的70個毛髮樣本 過濾出27個進行動物基因組比論 這些基因樣本大部分都來自亞洲黑熊 喜馬拉雅棕熊或西藏棕熊 其中有兩個來自不明動物毛髮樣本 賽克斯表示 樣本的DNA100%與挪威斯瓦爾巴群島 距近4萬到12萬年前的古代北極熊二股 吻合 12萬年前的北極熊與棕熊血統相近 但在4萬年前他們就演化成不一樣的物種了 賽克斯認為最可能的解釋是 他們是古代北極熊與棕熊的混種 雖然不能因此認為古代北極熊曾在喜馬拉雅地區活動 比較可能是 在高海拔喜馬拉雅地區存在棕熊的亞種 為棕熊與古代北極熊後代雜交而生 根據木吉則聲稱 喜馬拉雅雪人的行為跟一般的熊類不太一樣 而且腳印也不太相同 所以他認為可能存在這種混種熊 然後使他被認為是神秘的傳說生物 Yathe這種傳說中的生物 目前主要是被描述棲息在喜馬拉雅山脈 但有一起很有名的懸案 俄羅斯的加特洛夫事件 有一種說法 是那九名登山客 是被謠傳住在俄羅斯北烏拉山附近的神秘雪人 攻擊而導致不幸罹難的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上網搜尋 目前對於喜馬拉雅山學人的解釋 以棕熊的混種後代說 比較符合科學的解釋 但也很有可能那些採集的樣本 根本不屬於來自真正的雪人身上 不管如何 喜馬拉雅山的環境是如此的選峻 不是一般人類正常的活動範圍 或許在大雪籠罩下 Yathe是真的存在的神秘生物 你們認為雪人是什麼呢? 歡迎在影片下方留言討論 我是Justin 我們下次見 我是調查員Justin 如果喜歡我的頻道 請你訂閱並開啟小鈴鐺 你的支持是我最大的動力 我們下次見 記得按讚的頻道 記得按讚的頻道 訂閱 sent完結